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這個料理是 台灣小吃地瓜球 第一件事情當然是要把地瓜蒸熟喔 那地瓜的話 我是準備了300公克的生的地瓜 那一樣使用我們新科技的快鍋 好來直接放下來 直接蓋起來 好一樣大概五分鐘左右的時間 我來看一下它熟了沒有 當然試搓的話要搓最後的 來你看有沒有好了 直接把它用出來 讓你那個霧氣太大的話不小心會被燙到喔 白砂糖的話我用50公克 好來直接全下 來拌一下 一樣讓我們的白砂糖的話我們先溶解一下就可以 我們準備了地瓜粉 增加它的Q度我用糯米粉 地瓜粉的話比例大概是一半 那你如果是說我地瓜的話真的太乾的話可以加少許的水沒關係喔 我們用半尺燒用一下之後用手來揉 看它的水分夠不夠 來揉到像這樣子 細長形的話就要吃個大小塊一樣把它切一切 來我們稍微把它用成鬆一樣 那如果是說像揉一揉沒有像會這樣子破掉 就是有時候水分太乾 再幫它揉一下就好了 有沒有當然就好了 鍋子的話我們放好油 開火加熱 你下去的時候沒有稍微一點點冒泡泡就可以了 我們可以先夾一顆下去 你下去看會不會沾 它不會沾 火鍋的話本來是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溫度夠熱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轉小一點 那如果說怕會噴 你可以把它放在這個網子上有沒有 直接給它滾下去就好了 要讓它有一些空間喔 所以很多人都覺得說 為什麼人家地瓜球裡面有沒有為什麼會膨起來 其實我們主要的話是把空氣擠壓進去讓它膨脹的 我們不是說我加了什麼東西讓它膨脹喔 沒有喔 外面賣的有沒有加我不知道啦 但是我用的話我們是沒有加 幫它繞一下 記得現在不能壓 你不能說壓下去它就扁掉了 你要時候壓下去的時候有沒有 像我們的肌膚之後它會回彈回來 注意啊你看壓下去有沒有 我一直把它擠壓 因為我們已經把空氣擠壓進去了 這樣子一顆一顆這樣子擠壓 當然不是啦我沒有那麼困難啦 來這裡 我lock了一顆一顆擠壓啦 輕輕的一壓一放一壓一放一壓一放 大概三次 我的問題就小火就好啦 但是如果記得 你像比如說我這一鍋炸好了 我下一鍋要炸 你不能馬上把其他的都下來 會焦掉 你下去的時候有沒有 它整顆就會冒泡泡 因為溫度太高了不行 所以你要等到它降溫了 其實在家裡最好玩是 你這樣子壓下去的時候沒有 你可以感覺到有一個力氣把你撐開 因為它整個空氣擠壓進去 然後壓到 大小的話已經有比剛剛的那個大一輩子有沒有 開大火 油炸東西開大火的話 主要就是要讓它最後的逼用 你如果把火關掉或轉小火的時候有沒有 它反而會把油吸進去 來我們顏色已經變比較金黃了有沒有 來起鍋 它中間你看有空心 但是我有一點軟軟的 炸好的時候它們刺刺的時候 每個眼睛都亮了起來 在家裡一定自己要動手做做看 喜歡的話記得幫我按讚加分享喔 掰掰 在家裡